车子不能开起来 需在左侧登记换证 车辆也得开后车厢安检 都过关了才放行 那为何被踢爆的军官 能够轻而易举 深夜待人妻进到军云里头呢 根据营区会客作业规定 非本单位军职人员 需要登记身份单位查核之后 要进去营区里头 待多久时间用途都得写的 一清二楚 装姓军官是一名中校 他带进军营的人妻 两人二十多年前是国中同窗 是初恋还是真的纯友谊 根据人妻跟儿子的对话记录 儿子问妈妈 是装叔叔给你勇气 让你离开家的吗 人妻回答 但你不喜欢装叔叔 所以我没答应他 人妻又问儿子 所以是同意我跟装叔叔在一起吗 事件曝光之后 军官跟国防部报告 两个人是谈事情 没有越举行为 但整起事件已经涉及妨害家庭 也凸显军迹 管理松散 TVBS新闻 我少董黄晓琪高雄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